老人养生不但可以长寿,也能保持身体健康,那么老人养生有哪些禁忌呢? 下面就一起来了解 一记久坐,久坐这伤肉 坐是消除疲劳的一种必要的休息,但久坐,亦使肌肉衰退与萎缩 故老人应多参加适合自己的户外活动,加强肌肉锻炼,以增加 二记久力,久力这伤骨 老年人,气血运动全靠动静结合调节平衡,如果一直站立不动,就会影响气血运行,使人体部分组织和细胞营养失调,出现气质血盈,从而招 三记久事,久事,久事伤血,人到老年,如果久事就会伤血,好气,产生头晕目眩等症 故老年人看报或看电视,电影应控制在一至二小时之内,不宜连续观看 四记久卧,久卧伤气 适可而止的睡眠对老年人健康有益,久睡则身体软弱 要顺应四时,春夏季,晚卧早起,秋季应早卧早起,冬季早卧 五记久静,久静伤神 过分安静,寂寞,无聊,孤独的处境,会使老人变得精神不振,性情孤僻 丧失生活信心,导致健康状况下降 另外,优美的音乐使人轻松愉快,精神焕发 故老年人应有适当的良性声刺激,以增进身心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